阿富汗在上周六才发生规模6.3的强震 在今天上午台湾时间8点41分左右 又再度地牛翻身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镜头记录下的范围几乎都是瓦砾堆 看不到任何的建筑物 这次距离上一次的地震只有短短的5天 而且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目前了解到是造成至少80人受伤 还有超过700栋的房屋 因此毁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